就改一个那个 你把那个 拍了 好,马上我就切换过去了 上传到第三个航线 你告诉他可以实施化 实施化航线 听不懂才好 好 切过去了 切吧 这位远在那路上 那倒没事 就把这个围经 然后再录录不进 看这转车吧 好 好 到第二点去了 这下转轻轻松转的转过去 我给他 对 对 对 那个地方 就是那个地方 你看 重新做一下就好了 一次不行 做第二车 第二车都不行做第二车 可以了 下单了 进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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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现场做航线的话 就是不要给它冲突 就是假如说你这台实行的航线是1 然后你就冲到另一边去 就行了 不要覆盖当前的航线 对不要覆盖当前的航线就行了 高度看得到吗 看得到很清新 你这到底有回放吗 可以给他看回放 回放就太多了 30分钟 剪切了 但是我把数据烤下来 对你自己回去剪吧 有些航线走得不好的把它剪了 光临后边都行 你就拍照就行了 你把回去剪 你那个拍的视频 你弄上去那个 他来回放的话 他看不到那个轨迹 我跟你说 他不能看到我们做的那个轨迹 他就只看到那个航线 对他只看得到吓弹的那个 你要你要乘着你要轨迹看你才觉得好 你没比起一旁边的 吓弹 我给他提示一下吓弹 对的高度110米 就是100米110米 我们桥枪不允许 这边比高一点 第三条航线了 对该最后一个了 马上走最后一条了 最后就往这回来了 往这回来盘子啊 盘子在头顶上 等最后震风过去了 ok ok 越刮越大的 这样拍一下 都费了半个小时了 多给俩折腾了几次了 你们可以让他拍一下这个风 给现场的风给他拍过去 看一样 他指挽最后一个点就自动在那里 最后一个点那里盘旋了 你没闭环 他不会自动回来吗 我没闭 我就让他最后一个点爬嘛 进入盘旋行线了 小鸡一直在那里盘着 进入盘旋行线了 在那边盘了 好吧 拉回来盘吧 拉回来盘啊 先大概到位置 好了 马上就进入盘旋就回来了 回来了 已经回来了 现在可以找那个距离点 降落距离点 好嘞 好嘞 可以可以 好 我就清掉了 清掉了 清掉了 要开摇滚镜提前跟我说 知道知道 对我说风语了 那会儿现在不会再拍 那个点在这儿 回家点在这儿 现在风是怎么来的 风是怎么来的 车圆 好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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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嘞